Hello,大家好 接下来我想为大家展示这件事情是 我去年回国做过的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参与了一张名叫 《星之潮》的中国小提琴独奏作品专辑的录制 我很荣幸的担任了这张专辑中的小提琴独奏 当时呢,这张专辑录制的时间非常紧张 因为参与录制的人员都是从全国各地啊 甚至世界各地过来 所以每个人都付出了非常大的心血 共同完成录制这张专辑 就是这样的 这张专辑呢,其中有八首作品 每一首作品都是作曲家 这个艺术生涯的基点 其中包含了鲜明的中国元素 民族风格 还有各种地方色彩 比如说我刚才演唱的《斑鸠调》 就在这张专辑之中 只不过在这里呢,是一首无伴奏的小提琴独奏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作品 这张专辑是在今年年初由上海身像出版社出版的 那么近期将它的曲谱将会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再次出版 然后我因为希望能够让全球的人更多的了解到中国音乐 CD版,因为这张是一个video版的 CD版的专辑将会由纽约的一所唱片公司向全球发布 那么希望有机会如果你能欣赏到这张专辑的作品 希望你们能喜欢,谢谢!